玉礼人为蔷薇科植物玉礼 欧礼 鱼叶梅 长耿扁桃等的种人 幼名玉子 依新芳 玉礼人 珍珠囊 礼人肉 药材学 小礼人 全国中草药汇编 原植物玉礼又名 长帝 尔雅 白帝 说文 绝礼 本荆 雀礼 车下礼 无谱本草 山礼 绝梅 广雅 雀梅 本草荆棘柱 地礼 样礼 滇南本草 秧礼 川心梅 植物名食图考 鱼叶梅又名 山樱桃 赤地 尔雅一书 长耿扁桃又名 长冰扁桃 中国果树分类学 玉礼人采摘于夏秋两季 晒干德 其性贫 胃苦 肝 有润肺滑肠 夏季沥水的功效 能治疗大肠气质 躁色不通 小便不利 大腹水肿 四肢腹肿 脚气等症状 玉礼人的功效和作用 蟹下作用 玉礼人所含的玉礼人袋 对实验有强烈蟹下作用 其蟹下作用机制类似翻蟹带 均属大肠性蟹剂 但亦有证明 玉礼人水提取物 及其脂肪油 给小鼠冠胃有极显着的促进 小肠运动作用 玉礼人种子的50%水间剂 能明显缩短 造结型便秘模型 小鼠排便时间 排便次数明显增加 抗炎阵痛作用 从玉礼人中提取的蛋白成分 IRA和IRB静脉 给药有抗炎和阵痛作用 对角叉菜交性阻止肿胀 IRA的抑制作用 ED50为14.8mgkg IRB为0.7mgkg 此外 小鼠牛体法表明 IRA和IRB在5mgkg 静脉注射时 都具有明显阵痛作用 IRA和IRB 从玉礼人中提取的得率 分别为3%和0.4% 玉礼人有毒吗 容易造成腹痛 在常规而且合理的范围之内 使用玉礼人 采用水煎服 是非常健康的 而且通过服用玉礼人 是能改善便秘的 不是表现的了 但是在服用玉礼人的时候 我们也会发现 如果使用剂量比较大 特别是在服用玉礼人的时候 超出了规定的范围 那么服用之后 可能会让人出现腹痛的不舒服 对于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的情况 那么最好是不要使用玉礼人 而且服用玉礼人的时候 必须要控制好量 影响肝脏健康 同时在服用玉礼人的时候 还会发现 玉礼人的副作用还表现在 对我们肝脏的影响 也是非常大的 这是因为 肝脏是进行代谢的一个脏器 而如果玉礼人服用过量 或是用药的时间过长了 这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玉礼人 产生比较大的负担 同时还可能会容易造成 对肝脏的不良影响 从而出现一些 渐慢性的肝脏疾病 给你导致